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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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佛友大家晚上好 今天我们继续讲佛说四十二章经 今天要讲的是第十七章明来暗 这个要怎么读呢 这个字明来暗谢 好像花开花谢 不是花开花色 谢 花开花谢 花开花就会掉了 叫谢 谢下来 这边明来暗谢 就是光明存在的话 那个黑暗就会退下 就谢下去的意思 我们看经文 佛言 福建道者 譬如此具录 明 世宗 其明寄灭 而明独存 学道者见地 无明寄灭 而明长存 佛说 见道者 见道就是看到佛法的真谛 叫见道 也就是说 见道通往解脱的道路 可以这样讲 见道 我们 我没有见到 我不知道 可能很多人已经见到了 我不知道 所以我只能够说 我没有见到 所以我们 我在摸索中 要寻找 这个解脱的道路 我明白这个道路 是因为从经典佛法里边 我领悟到这条道路 人是通往解脱的道路 但是 能不能说是见道呢 因为我自己也没有这样的想法 说我见道 因为见道跟在佛法里边所领悟的 应该有一些差距 所以说如果说见道的人 他见到佛法的真谛 或者说见到佛法的本性 或者说见到自己的佛性 这个算是见道 如果引用禅宗的来讲 就是他觉悟 觉悟在禅宗里边有 所谓大悟 有小悟 每种悟的那个程度不一样 所以所看到的那个道也不一样 如果以禅宗的来说 他觉悟就是见到自己的本性 见到自己的佛性 那么见到又怎么样呢 见到并还没有怎么样讲 见到自己的本性 并非成佛 也不是说已经正果了 并没有 只不过很清楚看到自己 的这个真正的面目 在禅宗是这样说 但是比一般的人会比较好一点 因为他见到路的确是这样 那么他还是要去沿着这条路去修的 不是说他觉悟了 他就坐在那边就成佛了 没有这样的事 释迦摩尼佛成佛之前还要六年苦行 还要去修 没有这样简单 所以福建道者 譬如持聚入明失踪 这边佛说 见真谛 佛法的真谛 就好像拿着火炬去暗示你边 那么因为有火 就是整个房子都亮起来了 就像我们一样开灯 灯开了 整个房子就亮起来了 如果把那个灯灭了 那个黑暗又回来了 所以见到佛法的真谛 就像这个火把进入暗示里边 那个暗示的黑暗就被驱除了 而只有光明存在 学道见真谛 无名即灭 而名长存 所以他说 修行的人 学道见地 这边学道者 就是指修行者 修行的人 见到佛法的真谛 或者简单的说 见到佛法的真谛 就是看到苦即灭道 能够非常的明白 这个苦即灭 跟道地 这四个真谛 那么见到真谛 无名即灭 无名是 没有智慧 愚痴 就 不能够明白佛法 见不到佛法的真谛 所以叫无名 因为现在见到真谛了 那么无名就灭 如果在十二应元的赤地来讲 就是无名灭 无名灭 就是行灭 行灭 死灭 六路 出受爱去 有生劳 生劳死 这样 就是两重 因果 就是无名灭了 就不会再造业 不会再造业 就不会有新的生命 那没有新的生命 就不会来这个时间 投胎 投胎成为另外一个生命 所以就不会又再造业 又下一个生命 一直在轮转 一直在轮回 所以这边无名灭的话 就会斩断了 这个生命的开始 就没有结束 也就是说 无名灭 就有智慧 那么有智慧才能够灭出无名 所以无名灭 全部就没有了 就不会再有这个烦恼的生息 就不会造新的业 就不会再轮回生死 所以 学到见真地无名几面 而名长存 因为有智慧 有智慧当然就不会愚慈 就不会做那些 不需要再做的 愚慈的事情 就很有智慧去处理 自己的烦恼 这样 就不会再 人为生死 所以永远都是 在光明的大道里边 而名长存 好 我们再说第十八章 这十八章开始下来 好像都是讲对于空的这个说 我们看第十八章 我们看第十八章 念本本空 念 念就是指我们的心念 我们的念头 这个是用了自己的这个观想力来观想 自己的念头是看不见的 因为这是内心的世界 所以念 念本空 这边由于对于这个空的说法 一般人有很多的误解 所以今天这边下来这些龙树菩萨这一段道 是我去找了这段文章 那么我觉得这段文章写得很好 所以放在这边 让大家去看 那么希望大家对这个空的理解 会有更明白 更清楚的这个理解 这个空的说法 但是当然有些人 他明白什么叫空 但是你就要解释 我看他也讲不上来 或者说你教他进一步的跟你说 他可能也说得不好 所以这篇文章是 他写得很好 那么先不要看这篇文章先 我想要把这个空的一种概念 先跟大家说 而一般人对空的这个想法 一般都以字体字面的解释 认为什么都没有 叫个空 什么都没有了 就叫空 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 什么都没有的话 那么在这个事件是不公平的我 因为如果一切都空的话 那么就没有因果的说法 因果论 也就是说 我们做好事 不会得到好的结果 那又做坏事的人 他也不会得到苦的果 因为一切都空 如果照这样讲的话 就是没有因果的说法了 所以这样是不对的 这是邪见 所以空不是指什么都没有 如果什么都没有的话 这样我们生存的意义 有什么意义 我们生存在这个世界上 有什么意思呢 所以这边空不是这样的说法 在佛法里边所说的空 是指世间的一切的事物 它不是永恒的 它不是真实的 而之我们所看到这些事物 世间的一切的事物 它是存在 但是它不能够永远存在 它的存在只不过是暂时性的 为什么呢 因为一切的物质 也就是说 设法 一切的物质 都会经过 深处一灭的变化 也就是说 当一个东西产生出来 的时候 它会逐渐 渐渐的受到各种因缘的变化 而改变 改变 改变到最后 它就会坏掉 坏掉 然后就会分散掉 变成 进入这个空 这个什么都一无所有的状态 所以世间一切的事物 它是存在 但是是短暂的存在 所以 它的存在不是保持一定的样貌 也不能够保持一定的 那个形状 所以它受到各种因缘的变化而变化 所以我们在佛法里面就说 它是空了 是这样的意思 是存在 但不真实 又不永恒 所以世间没有一个东西是永恒的 也可以这样讲 世间没有一个东西是真实不变的 因为一切都是因缘所生 那么因缘所生 就会受到缘的影响 各种缘的影响 各种缘的影响 可以说是客观的因素 来影响它的改变 我们举一个例子 好了 比如说 我们人就好了 人也是一个物质 我们也是一个物质 那么 我们从 baby的时候 婴儿的阶段 到今天 都几十年了 事实上这几十年 是很短暂的 在佛法看来只是 一转眼之间 但是我们好像活得 闲命很长 我们觉得 还是来日方长 有一句俗语这么说 我们来日方长 也说 还有很多时间 不用担心 来日方长 所以我们不觉得 是不真实的 因为我们看到 但是事实上 我们从婴儿时代 进入童年 童年进入少年 少年进入中年 中年进入老年 老年进入晚年 所以我们一直在改变 从一开始生出来的时候 如果你没有改变的话 请问今天的你是婴儿时代的你吗 或者说今天的你是少年时代的你吗 或者说今天的你是昨天的你吗 一切都在改变 没有说不变的事情 所以佛法说 所以佛法说 一切皆空 无有自信 没有本身的特质 因为它随作因缘 所以我们从婴儿时代 少年时代 很多因素影响我们改变 好人就是你跟好人在一起 所以今天你是好人 如果说今天你是坏人 因为你身边很多坏人 所以就会影响我们的思想 所以一路走上来到今天 我们都一直在改变 今天此刻 你说已经停止改变吗 没有 直到我们死后 我们仍然还是在改变 因为死后尸体会改变 会腐烂 会变得没有 会变成孤陋 所以一切都在不停的在改变之中 所以世间没有一个永恒的我 所以世间的一切物质 都是空的 不真实的 可以这样讲 我们设法是这样 但是心法也是如此 心法是指我们的念头 念头就是我们心所想的那个念 在佛法叫做念 就是所想的 但是我们想的时候 那个念也不是之前的那个念 因为我们的思想一直在变动之中 而且变动得很快 可能一秒之中有很多个变动 但是我们没有这样的能力 除非你有很好的禅定 那么你能够观察到我们的念头 所以在一些禅定 修禅定的书里边 古来大德 他说 一个念头里边就有几千个念头了 可见我们的念头是这么快 像流水一样不断的 但是我们都一般的人都没有这样的能力去看到 也可以这么说 也没有这样的兴趣去了解 或者他没有想要去了解这样的东西 反正他活着很开心就是 但是说如果要去深入 要达到解脱 要断烦恼的 一定就是要做这样的观察 观察我们的心念 好 我已经把这个空的基本的概念都讲了 现在我们看看 龙树菩萨 怎么样说 龙树菩萨进一步 发挥了大乘佛教 波列经的空性思想 有一部经 一共有一百卷 它叫大波列经 就是波列就是有智慧的意思 那这个智慧能够到达彼岸 所以 这个波列里边所讲的都是 讲空的思想 空性的思想 就讲空 所谓空 不是灵 不等于什么都没有 也不是空无 也不是说一切都是没有的 而是指不可描述的实在 他说 这个现实的一切 不可以用 不可描述 不可以去 意义讲出 这些东西是实在存在 因为它并不实在 不实在是因为它会受到各种因缘而影响而改变 一下子就变了 它认为世界上一切的事物以及人民的认识 包括 感觉 概念 意识 和 对水火风等元素 都是一种相对的 感觉 是相对的 你说好就是有坏 概念 概念 也是 一个一个概念都不一样 一个一个想法不一样 意思是说我们心里的思想 它都一直不同的 不同的 运转 不停的运转 地水火风就是物质界 它也是一直在改变 所以它说 都是一种相对的 好跟坏的意思 相对 依存的关系 是假界的概念 这边它写人好 它说 一切的东西 生存在这个世间 它不是永恒的 那么 为什么 它能够 永恒的 能够存在这个世间 是因为 我们人认为 就是人的思想 人的概念 给了它一些名字 所以 那个叫做树 那个叫做花 所以树 是没有意思 花也没有意思 那个是我们人类的 共同的一种 认识 所以用了 这样的名称 所以这种名称 就叫假名 假名的意思是 暂时借用而已 暂时借用这个 花 这个名词 或者说 我们 人 这个名词 所以叫假名 但是这种假名 是不真实的 不真实 就是它会受作 各种因缘而改变 花开 花泄 人会有生老病死 他们本身没有独立的实体性 或自性 就是他没有他的这个能力 说永远不要变 永远不要变 就是你出世婴儿到今天就是婴儿 那个叫不变 不变的意思是 比如说我的手是这样 你看到我的手这样 一直要保持这个姿势 永远 我这样放下来就已经变了 好像我们讲话 我刚才讲的第一句话 跟现在讲的已经 已经用了很多话来叙述了 所以一直在改变 所以不变是 话 没有变 手的姿势 身体的姿势 是没有变 动一下都不可以 头这样动一下不可以 已经变了 明白吗 所以他说 一切 的事物 它本身没有独立的实体性 实体性就是真实的样貌 没有改变的 是不可能的 所以是没有自信 宇宙万物的真实 真实像是空的 也叫做中道 所以他这边中道 跟空 他是等于 但是我有我的看法 所谓中道就是不能用语言 分别 不能够用概念 清正的一种最高的存在 也就是 是非有 非有 非无 非一有一无 非 非 有 非无 四种 四种 说法 来 推翻 所谓的 自信 有 这种概念 他说是没有的 所以他说是空 空的概念 他说是中道 也就是 非有 第一个 不能有 你说 有这个 有那个 存在 这个存在 错 是没有 存在 但是你讲没有 也错 因为他不是有跟没有 有跟没有是 因为我们人的概念的 的生起 是我们人给予的 有跟没有 因为相对的 你说有 他就会消失 他慢慢因缘的变化 他就消失 就变没有 但那个时候我们人又说 人类又说 他消失了 没有了 就是互相矛盾 所以应该怎么讲 不是有 也不是没有 所以说 非有 非 有 非无 你说 不是有 也不是没有 到底是什么 这个也是错的 那你说 不是有 也不是没有 但是他实在是存在 我们有看过他存在 所以他说 你这样讲 也不对的 应该怎么讲呢 不能够说 所以说 非 非非有 非非无 连 非有 非无 也不能够讲 所以要讲什么 空的 但是在还没有了解 空之前 没有人知道 这样的意思 所以今天你没有听到 我这样解释 你也不知道 不知道 什么叫 非有 有无 非有无 非 非有无 四个 又认为 有违法 空 无违法 也是空的 为什么这样 讲呢 我们知道 有违法 不是因缘所生 无违法 不是因缘所生 但是 有违法 大家 是明白 但是 无违法 大家也明白 而事实上 这两个 都不是真实的 可以这样讲 他们仍然还是世俗的 世间法 为什么呢 因为 众生执着有违 因缘所生 所以佛为了要 让众生明白 因缘所生 也不是真实的 所以他就要说 无违 来 把这个 有违 给反对 所以 无违 这个 是方便 说 来 解决 这个 有违法 的存在 所以 无违法 的出现 是不是因为 有违法 就是这样 所以 刚才他说 是相对的 因为你有 他就讲 无吗 就是这样 所以这两个 事实上 他还仍然是在 世俗地 仍然还是在 世间法里边 所以不是空 所以他说有违法是空的 无违法也是空的 因为两个都不真实的 我空 无我也是空的 生死空 虐磐也空 这个可能有些人不能够明白 虐磐也是空的 对于初学者来说 所以虐磐 就是 已经说最高的境界了 我们都说 走向虐磐大道 走上解脱大道 这个道路朝向 解脱 这个道路朝向虐磐 但是虐磐本来 不是一个东西 知道吗 他不是一个物质 他也不是一个物质 他只不过说 佛方便 让众生明白 有一个地方 有一个说法 有一个方法 或者有一个目标给我们 就是要去虐磐 所以虐磐是不生也不是灭 所以你说生灭都是错的吗 不生不灭 方便说是虐磐的意思 他只不过是一个名词而已 那么如果你达到虐磐 你都不要 你都不想要虐磐这件事吗 因为你都不需要了 所以虐磐也不是 也是空的 既然一切都是空 那么 神罗万象事物 又做何解释 所以这个就是大家所关切的 如果说一切都是空的 都不真实的 这样我们生活在这个世间 我们在这个世间干嘛呢 我们来到这个世间做什么呢 所以为了解决这一矛盾 龙树菩萨提出二地的说法 二地的说法是真地和俗地 这个龙树菩萨所讲的这个空 是根据佛法 释迦牟尼佛的经典那边 因为他已经 释迦牟尼佛已经露灭了 之后他才出现 但是他是一个很厉害的一个出家人 那么他对这个空 他一直提倡这个空的一种想法 跟修行的一种方式 所以他是根据这个佛法 而写出了这些论 所以龙树菩萨 他对这个空也是非常的很特殊 所以龙树菩萨提出了恶地 两种真地 第一就是真地 第二是俗地 所以他说 佛陀为那些无名 覆盖的凡夫说法时 采用俗地 承认世界和众生的真实存在 所以佛对开始对众生说法 不可能一开始就说真地 就讲涅槃什么是空的 所以今天我要讲这空是因为有四十 这边四十二章经说讲空的 如果不是我也懒得讲 因为也不好讲 因为很多人也不了解什么叫空 以为说什么都没有了 就是空了 这是邪见 所以佛陀开始说法的时候 他说 四身地 苦即灭道 众生有苦 苦从我们累积而来的 我们要达到虐盘 就要去修 这是很有理由的 很有逻辑的 所以 世间的人听了就觉得 哦 是对的 这样是正确的 如果说 佛一下一出来就说 啊 修行也是空的 涅槃也是空的 这样我们要再做什么 所以我们的那个时候 大家都很枉然 不知所措 所以他必须要从有 然后到那个五那边去 就是有一直修修 达到虐盘 真实向那边去 所以 采用了俗地承认 世间和众生 是真实存在的 为那些 但是 为那些已经消除无名 也就是说 他已经能够解决无名 洞察真理的人 就是他见到真谛的 这些修行者 说法 但是佛就要用真谛 来讲 否认世间和众生的真实性 这个否认是 一种智慧的一种理解 就是说 这个世间的存在 是 因为他有 身 沉住外空 他到最后 也会消失 因为 他不是真实的 他不能够永恒存在 在这个世间 所以他说空的 世界是空的 众生也是空的 因为我们今天的存在 是因为我们的业 业的因缘来到这个时间 所以业的因缘 在这边生存 受了很多 很多烦恒 很多烦恼 就生到病死 所以他说 否认世界和众生的真实性 他认为只有从熟地入手 才能够达到真实性 但是如果以修行的方式来说 还必须要从世俗地的进阶而达到真地 也就是说还是要按部就班 不能够空中楼阁 一下子跳到楼上去 你还是要一步一步的走上去 按部就班去修 所以还是认为 要去 还是要懂得 怎么样呢 苦极灭道 还是要懂得佛法 还要懂得业 烦恼这些 才能够解脱 若必不一俗地 不得地一地 所以如果不按照这个世俗地去修 仍然还不会走到这个解脱 这个真地 这就是龙殊菩萨的对空的说法 所以第十八章 我将解释这个空 是要大家了解这个空的一种说法 概念 所以这个 并不是经文 这是我自己加上去的这些文章 所以今天现在念本 念等本空 这是经文 四十二章经 第十八章的经文 所以为了这几行字 我就找了这样多东西 我的用意是要大家了解 这几段话 他真正的意思是讲说 一切的因缘都是空的 不真实的 所以先了解这个空 你就会明白这一段话 所以他说 全部都不真实的 所以他说 佛说 我所说的法 是没有念的 念五五五念念 我们的这个念头 是不真实的 所以他五念念 是没有的 因为他一直在 怎么样 一直在进行之中 没有停 你说念他第一个 他已经不是第一个了 你说念头最后一个 他已经不是最后一个 因为前面的盖上 已经盖上来了 所以他一直在循环 一直循环 一直流动 所以念五五念念 就是这样的意思 那行五五行行 又怎么解释呢 行就是我们照做 我们去照业 照业 就是我们做 每一样东西 不管是三业 还是二业 我们都是因缘所生的 就是有一个缘 有一个信念 那我们就会 发自这个行动 去完成这个事物 所以一切都是因缘所生 那当然因缘所生 他是随着缘而去 但不同的缘而改变 不同的产生的事物 与形状 当然也是会 以不同的缘而改变 他的这个形式 跟结束的样貌 所以行 就是我们去照做 所以一切随着因缘 我们不能够控制 这个因缘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去控制 所以就是随着缘 而生灭 去运转 因为众生 这个就是众生的业 没有这样的能力 没有这样的智慧 所以我们随着缘 随缘去改变 随缘去运转 不能够控制 所以这个是我们众生的 非常脆弱的弱点 所以行 五行 一切因缘所做的事情 他也是随着因缘而改变 他不能够永恒停顿下来 他是不能够停顿的 你说他停顿了就是灭 停顿了就是灭 当然就没有做这件事 所以 做这件事 他是因缘所生 因缘所生 因缘所灭 所以我们看到的 你做的那个东西 已经不是开始 或者结束的那个东西 他一直在运转之中 所以他没有一个像 真实像貌 一直存在 让你看到 你做了这个东西在那边 没有 他一直在改变 所以你看到的 他只是暂时 暂时在那边 但事实上 他已经一直在改变之中 因为我们没有察觉 所以行五行行 言无言言 就是我们说话 我从八点就开始讲话了 所以到现在 我讲了很多话 但是我已经没有意识到 开始讲的是什么话 大家也没有希望留住 我那第一句话 对吗 所以这个话 也不是永恒的 所以就不是真实的 而他的存在 也不过是因缘所生 他是因缘的一种形成 暂时性 所以第一句 讲完第二句话的时候 第二句话升起的时候 第一句话已经消失了 所以他不能够永恒存在 所以言化 言无言言 修无修修 修行 修行是因为 我们要达到成佛 或者正果的阶段 但是修行的路头 也是因缘 各种因缘所生 各种机遇 各种因缘 各有不同 每个人的因缘都不一样 所以修行从 应该说 或者说从十年前开始吧 到现在十年后 所以十年前 你做过的东西 现在已经 没有存在了 所以今天所做的东西 过后也不会存在 那么 今天所存在的 是暂时性的 不是永恒的 它随着应业的改变 又改变了 所以修无修修 所以当达到虐盘 解脱 那个修行的事物 完全可以放弃 完全可以不加理会 因为我们已经不需要了 如果说达到虐盘的境地 所以佛法里边说 佛说 我的法是念无念念 行无形形 言无言言 修无修修 整体的来说 就是一切 我们的行住 坐卧 都是随着因缘的改变而改变 没有一个真实的事物 没有一个真实的实体存在 它是短暂的 一直在改变这种 所以我们说 是无修 无念 无形 是这样 会者进而 迷者远 就是你明白的 就靠近解脱的道路一点 那么迷者是迷惑不明白 就离开解脱的道路 还很远 这样的意思 言以道断 非物所居 差之好理 事之虚语 这个空 它不是用语言文字 它说语言 言以道断 不是可以讲的 它是 极尽空极的 可以这样讲 我只能够这样讲 因为 这个语言 佛说 这个真实相 佛说虐盘 是方便说的 方便说是因为 要让众生了解 虐盘这件事 所以它说了虐盘 事实上是没有的好处 所以说虐盘也是空的 所以修也是空的 所以讲解脱也是空的 所以言以道断 非物所居 不是可以用东西把它抓住 不要让它走 它没有一样东西 它不是个东西 所以你不可能抓住它的 它是无相 无相无体的 不可以抓不到它的 擦之好理 是之虚余 如果说 理解错误 那就 协贱 那差很远 但是如果明白 就很靠近 是之虚余 是之虚余 就很 很短的时间 所以 斜贱 让我们离开 这个正道 非常的远 斜贱 很可怕 所以 是之好理 差之好理 是之虚余 第十九章 甲真 聘官 这边也是 讲到这个空 甲真 佛法里边说 甲 它不是真实的意思 它是 甲戒 也就是说 它暂时存在 但是没有意义 暂时存在 因为众生之所 有东西 但是 暂时存在 甲戒 甲真聘官 佛言 观天地 念非常 观世界 念非常 观灵觉 即菩提 观天地 我们观察 这个天地 念非常 而 一般的人 观察一样东西 我们是透过 思想跟眼睛 去观察 或者 就是六根 六根观察外面 六层 所以 我们说眼睛 去观察天地 我们用思想 去了解这个天地 这个念 不是 实在的 这个念 是因为 比如说 这个 天气 我们观察 这个天气 我们是需要的时候 去观察 没有经常去观察 这个天气 比如说 我明天要做 某些事情 在户外 我就要了解 明天会不会有 下雨 但是 后天 可能我不需要 或者说 整个月 我也不需要 去观察 因为我喜欢 怎样就怎样 所以 这个 观察 是由我们的 信念 而通过 我们的六根 去观察 所以 这个 信念 去观察 它是暂时的 它是因为 有那个 缘 有 那个 机会 有那个需要 我就 去观察 所以 念 非常 它不是永恒的 这个念 观天地 念 非常 观世界 世界 观 我们观察 世界 现在 COVID-19 就够你观了 观世界 一片乱糟糟的 但是这个念 是不真实的 我说乱糟糟 下一刻 就没有了 不到一秒钟 这个乱糟糟 已经不见了 这个念头 所以念 非常 不是永恒的 不管是 小的 观察 你观天地 是小 但天地 跟世界来比 当然世界 是来得宽广 所以观世界 这个念头 虽然很大 也是不知真实的 所以不管是 很大的信念 或者很小的信念 这两个信念 同样的 都不是真实的 不要认为说 小的 不真实 大的是真实的 非也 两个 都不真实的 观灵觉 就是要观察 我们内心世界 所以修行 就是要观察 我们内心的世界 而 据菩提 菩提 这边解释 他说 是道的意思 旧的解释 心的解释 是觉 是觉悟的意思 道是通达 这叫道路 通达解脱 的道路 觉悟 我们觉悟 所以菩提是觉悟 我们观察 我们的信念 会觉悟 觉悟 这个念 是 无常的 觉悟 这个念 不真实的 觉悟 菩提 所以这边是说 觉悟 所以佛言 观天地 念非常 观世界 念非常 观灵觉 即菩提 所以觉悟 觉悟到 世间 一切都是无常的 所以升起了这个智慧 能够 走向解脱的道路 如是知识的道理 如果明白 这样的道理 或者明白这样的 真谛 那就能够 走到解脱的道去 所以如是知识 所以不要小看这些 想法 有时概念 会带你走一大圈 浪费很多路 但是正确的知识 会让你走短路 而且直接到达 你要的那个东西 所以这个 所谓的 正确的知识 政见 政见 思维 非常的重要 第二十章 推我 推我奔空 佛 佛言 当念 身中四大 各自有名 都无我者 我既都无 如其如患 在佛法里面 经常会提到这件事 他说 佛说 我们的身 是四大 所形成的 四大 身体是四大 事实上 这个设身 我们说设身 不只是四大 应该说 身心世界 才比较标准 身体是四大 形成 我们的内心世界 是心理 心 所形成 所以我们 生命是 应该是这样说 生命是由 物质 就是 身体 还有精神 这个 精神的 部分 所形成 所以 佛法在 佛法里面说 是身心世界 身体跟精神 所以我们 要知道 这个四大 形成了 我们这个 身 地 水 火 风 四种 构成 我们物质 基本的元素 佛教认为 一切物质 都是四大 所生 所以物质 除了我们 人的这个身体之外 花草 树木 房子 车 这些 都是四大 所成的 都是地水火风 所形成的 四大元素 又把物质 世界 称为色法 所以在佛法里面 叫色法 色法 色法是物质 那心法 指的 是精神 各自有名 但是 没有一个真实的 我 前面已经讲过了 没有一个真实的 东西存在 我们身体 地大 是指 我们的指甲 牙齿 地大 我们肉 这些都是地大 水 这是我们的唾液 还有我们的血液 这些 尿 这些都是水 火 温度 风 是指我们的呼吸 所以 各自有名 地水火风 刚才已经讲了 各自有名 每个都有它的名字 但是 名字 是真实的吗 不是 是我们人类 文明的社会 给它的一个名字 这个叫肉 那个叫血 那个叫呼吸 那个叫尿 这样 都有一个名字 但是这个名字 没有一个真实的东西 它只是假名 刚才讲过了 暂时 用这个名称而已 但是在用英文的时候 就不一样了 地水火风 讲法都不一样 那你说用马来文的时候 又更加不一样了 那你用印度文的时候 就更不用说了 都不会听了 这种真简直 所以每个都有它的名字 所以这些都是假名 假名是暂时存在 都无有一个真实的实体 都无我 没有一个真实的东西 我既都无 他说我都没有了 没有一个真实的东西 其如幻 好像假的一样 好像我们幻觉 就像做梦一样 梦中 梦中做事 梦中给人家追到乱 给人家打 在梦中哭泣 这样醒来的时候 你的哭泣有存在吗 没有 但是在梦里面是真实的我 哭得很厉害 很伤心 但醒来的时候 一无所有 没有 没有眼泪 什么都没有 是不是 好像幻觉一样 不真实的 我们再看 第二十一章 明生上本 佛言人随情欲 求以声明 声明写住 生意故意 贪是 常明 而不学到 网工劳行 譬如烧香 虽能闻香 将之敬意 微生之火 而在其后 好 这边所讲的是 这个修行 要断这个贪欲 这个就是指 明 明力 人随着情欲 求以声明 情欲就是 人的情绪 跟贪爱 这边要讲 因为 因为 有些人 非常执着 这个名 以 名利 比如说 他 要考取 一个 让人家 很知道他 很认识他的 就像这些 应该讲 艺术工作者 所以艺术工作者的名 的名气 很重要 对他们 如果他们没有名气的话 就失去观众 所以观众就不会去看他 如果他名气很响亮 他只要有一部分存在的话 那他的票 门票 很快就受官了 如果他不存在的话 那个门票 一直卖一卖 卖不到几张而已 所以这个名气对这个艺人来说 是非常重要 但是 对于艺人来讲 他们付出的 非常多 或者是他们要 要一直争取这个名利 因为 如果没有的这个 他们就活不了了 因为 没有的这个名利 他们就不能够赚钱 就不能够赚到很多 的这个 金钱 所以他一定要有这个名 所以他就一生中 花了整一生的生命 去追逐这个名 所以 当然他争取得到 的时候 他的身 已经是 已经是 进入 年纪很大的 不可能一出来 就会 很红的 一出来红也红不了多久的了 昙花一现了 我们说 所以这个 这个名声 人随情意求以 名 声明 声明显著 声以故意 他花了很多 感情 或者说 他有些 他 牺牲 非常 非常 多 可能 做了非常大的牺牲 也是为了求 那个名字 所以 所以有些就被利用 因为可能他们有这样的权力 去操控 某些东西 所以他 知道这些人 他需要 他就利用他 所以他就失去 虽然有人名 但是他失去了一些 很真实的东西 但是 他 认为他值得 所以 人随情欲求以生命 情绪 以贪爱 为了这个名利 劳碌一生 他得到这个名字 但是 身体已经 差不多 一半的生命 已经没有了 可能在那个时候 也 也年纪也大了 声以故意 贪视 长明 而不学到 但是学到的人 就不能够这样 要修行 不是在为求名利 而去修的 而是要修自己解脱 不是 修给人家看 所以打坐 不是打给人家看的 你认识佛法 也不是说 要表现给人家看的 你要 懂得很多佛法 也不需要 出很多书 让人知道 你很厉害 网工老行 他说 如果是这样 为了名利 而修 那个是 白费心机 到最后 弄到自己的 身心 很疲惫 譬如烧香 虽然闻香 香是敬意 烧香 这边所讲的香 不跟现在的香 类似 因为现在香有很多种 现在那些很贵的香 它是没有那个香的骨 也就是说 它没有那个木 在中间的 一般以前的香 都是有一根木 在里边 那么那些 那些 那些 会 放上去 涂涂 然后它 就变能够 燃烧 所以这边所讲的是 以前的香 它中间是有 根木 很细的木 那当然 现在也是有找到 这种香 但是现在 多数点的都是 很名贵的香 又说 那个是什么香 什么香 所以它说 譬如烧香 人家闻到这个香气 它一直闻到 但是那个香 它是会随着时间 而流失的 那个香气 那个香烧完了 那个香气 也更多就 不会被 闻到 它说 为生之火而在其后 也就是说 这个贪图名利 贪图名利 而不修道 最终 它自己会损失 好像这个香一样 它到最后 已经 虽然它已经成名了 但是到最后 它还是会死亡 所以不真实的 为生之火而在后 或者说 虽然它成名 但是它之前 所付出的那种代价 也是说 它付出的那个代价 可能是它随着 毁掉它一生的代价 可以讲 所以 所以为生之火而在其后 我们今天就讲到这边 这边它问 有个人问 他说 如果明白了空 空无所得 就是 一时指的 我们心的这个 心的想法 这样 是不一样的东西 心念指的是一个念头 一时指的是整体 心的整体 两个 但是心念就是一时的 其中一个 可以这样讲 我们大家合掌 愿以此功德 普及一切 我等于众生 皆共臣佛道 我们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